好 等了一天 终于等到了家人 平安繁抵台中航空站 来接机的小女儿 看到爸爸立刻冲上去 那天不太懂什么状况 你掉下来气躁了就很紧张了 对 掉下来就有点紧张 因为有小孩子在 你心里应该有震一下 有 所以担心说 应该是掉下来就没救了 实在是因为前一天的飞行 让机上乘客们很难忘 昨天大概搭了 快一个小时的时候 就突然有一点 这样 就是做这样的感觉 然后那个就掉下来 那个氧气罩就掉下来了 然后大概 他叫我们就是带着 然后带着大概二三十分钟 把那个机长就广播说 他们已经解决那个 什么技术的问题 反正解决之后 可是突然 突然就是耳朵就开始爆痛 然后头也是非常痛 然后连我的小孩也是哭了 因为非常痛 他们是没有办法忍受的那一种 然后大概 痛完没有多久就好了 然后什么 我有感觉到他们好像一直在绕 因为一直在转弯转弯转弯 转弯到 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就说 广播说他们改那个 目的地要飞到 冷船 下飞机之后就有很多人送医院 就是说耳膜剧痛 耳鸣 剧痛感随之而来 幸好飞机返回仁川机场后平安降落 不过也看到了在同班机的乘客 有不少人被送医治疗 原定22号也就是昨天下午 从首尔仁川机场起飞 要到台中航空站的大韩航空 K1189航班 在飞行了50分钟后 在冀州岛的上空 侦测到舱压系统出现问题 飞机在晚间的7点38分 返回起飞机场 幸好是平安降落 而除了被送医的旅客之外 其他旅客也被安排住宿 休息一晚 搭今天早上10点多的飞机 中午平安抵达台中 搭机飞到一半 洋气面罩全降落 紧急状况 所有人赶紧带上 这架大航空K1189航班 从原本35000英尺 急速下降到9000多英尺 9分钟内 骤降2.1万英尺 台湾乘客带着氧气 照鼓起勇气 镇定录下画面 过程中因为气压关系 乘客头痛 耳朵痛 甚至流鼻血 孩童们吓到大哭 大人们惊魂未定 有小孩就是一直哭得 很大声 其实因为听到那些小孩 哭很大声 才有点更紧张 搭乘波音737 MAX 8 大航航空班机 原定22号下午4点半 却晚一个半小时 6点才起飞 要飞回台中 但在冀州岛上空 突然发生压力系统异常 最后折返回 仁川机场 超可怕的 很重要 拜拜 晚上8点40分才返回仁川机场 当时在飞机上的乘客 非常不知所措 但机场内大家都还算冷静 等待下一步该怎么做 有的乘客说明显感觉 骤降三次 韩国媒体说 机上共125名乘客 7名机组员 其中13人下飞机后 马上送医 警销及救务人员 也在机场待命 飞机骤降很可能在降落期间 造成伤亡 如果没马上带氧气罩 很可能陷入昏迷 在高空当中 如果客舱突然施压 人在10到30秒之内 就会呈现昏迷的状态 波音737 MAX 引起全球讨论 因为有其他同机型飞机 年初才掉过舱门 近期也事故频传 现在大航空发生压力异常 乘客信有余计 说下次搭机 机种可能会是首要考量 索性最后平安降落 TV别的视频 与生产丽丽台报道 杨气罩突然掉下 机上乘客惊慌赶紧带着 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 台湾乘客为小姐 赶紧拍下记录 只是回想起来 依旧惊魂未定 机长根本 就是说当下 他也没有怎么的说明 然后就是 可能是面罩放下来后 有部分小朋友害怕 不去愿意 不愿意戴上那个面罩而 哭闹 这种情况第一次遇见 很难吧 为小姐发文说这回 空中惊魂 两小时四十一分钟 从韩国人船飞到台中 不止延误 还通知要迫降 最后又折返人船机场 机上一连串的哭闹声 肌内温度也热到受不了 耳朵快爆炸 这架飞机在空中绕了许久 从轨迹图来看 整整盘旋七缺才折返 好像有十几个乘客 有送到营运园这样 航空公司的话 就是一下飞机 就是直接帮我们安排到饭店 然后有直接说 就是改成明天早上 十点半的飞机 根据有解 当时机上大约三分之一 是台湾人 占多数的是要到台湾 旅游的韩国旅客 但最后再飞了五十分钟之后 二十号晚上七点三十八分 折返降落人船机场 航空公司安排饭店和简单餐食 待了一晚之后 二十三号走上十点半再度起飞 比原定时间延误十九小时 昨天睡得好吗 其实不好 就平安就好了 延误多久 恐怕已经不重要 旅客只想快点平安返家 结束这趟空中惊魂 体育新闻 中小家庭台北总报道 大航空一架K189班机 原本预定昨天下午四点多 就要从仁川机场飞回台州 中途经过季州岛上空时 突然发生压力系统异常 班机盘旋一段时间之后 决定紧急返航 机上的台机旅客拍下 当时机舱内的状况 表示飞机骤降了三次 飞行高度从三万多英尺 狂降到只剩下九千多英尺 比云霄飞车G5的离心力感 还要可怕 而且画面中还拍到氧气道 全都掉下来了 让旅客只想说 现在还能活着真好 下飞机之后大约有15名乘客 出现耳膜疼痛等症状 当中13个人被送往医院 有网友在Stress上发布贴文 表示情绪非常的复杂 从三万多英尺下降到九千多英尺 无法想象这一切有多可怕 除了表示能活着真好 也感谢辛苦的机组人员 并想对共患难的同班机乘客说 大家真的辛苦了 另一名女网友则表示 当时飞机起飞一段时间 已经在吃飞机餐了 但快到冀州岛时 突然紧急奏降三次 连氧气罩都掉下来 要大家呼吸 只有机长变广播 将返回仁川机场 一下飞机就一堆消防人员 跟警察站在通桥上 等上飞机检查 一定是飞机有问题 而航空公司则紧急安排 乘客住过境旅馆 今天再回台湾 做这样的感觉 然后那个就掉下来 那个氧气罩就掉下来 然后大概 他叫我们就是带着 然后带了大概二三十分钟 把那个机长就广播说 他们已经解决那个 什么技术的问题 反正解决了之后 可是突然 突然就是耳朵就开始爆痛 然后头也是非常痛 然后连我的小孩也是哭了 飞非常痛 他们是没有办法忍受的那一种 然后大概 痛完没有多久就好了 然后什么 我有感觉到 他们好像一直在绕 因为一直在转弯转弯转弯 转弯到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就说 广播说他们改那个 目的地要飞到冷船 就是没有要飞来 再转船就对了 对对对 所以当时你应该有吓到说 怎么会忽然 当时一开始真的还没什么感觉 可是之后看那个空服 他们都没有动了 他们就是坐好没有动 而且很慌张 他们没有慌 可是可以感受得到 当下那个气氛是已经是 有一点就是不太对 对对对对 然后就赶快带着 然后小孩子也是赶快带着 小孩子都有吓到 他们都有哭对 吓死了对 吓死了对 然后之后回到冷船机场之后 他们有提供住宿 然后跟我们说就是 改到今天早上10点半的飞机 这样子对对 你去医院的多吗 大概有十几个 因为我看新闻市报说有十几个 对你也到医院去就有检查吗 我没有检查 我没有去 可是那时候觉得还好 没有痛 没有去的 你当下有录手机吗 手机没有录影 可是我有拍照 就是拍小孩子带着那个 OK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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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